其實有給你們一些回應 就是他們覺得說 其實在以愛意識的人來講 他其實也是背景不是很好啊 也被說欺凌啊 那為什麼他可以成功 那為什麼這個人反而會去殺人 我覺得他其實是有給你一定的挑戰 那你們那時候 我是沒有 我是聽到說你們講個案 但是我自己覺得 我心裡就會覺得說 那不是就是個人的想法嗎 就同樣一群人啊 他可以做好事可以做壞事 那為什麼在你們的世界下 那這些做壞事的人 就我就可以要原諒他 那明明他可以做好事啊 為什麼他不行 我就會有這樣子的理論 但是因為今天反方沒見 所以我也沒有很接受到反方 就是這一點的意思 到反方反方到最後就退讓掉了 所以我覺得 政方在這點上是有成立 就是政府應該要負擔一點 社會責任的地方 但是我真的覺得 你們可以再講清楚一點 或者是把那個 為什麼政府要負擔這些責任 他以前到底多麼可憐 那剛剛上一個裁判有講 就是陳進行的例子 我覺得你們可以拿起來用 那關於應報的話 其實我覺得應報你們雙方 都沒有這樣 都沒有 都沒有得點 因為你們並沒有 並沒有正常討論到 到底是今天應報是用 是剝奪生命權好 還是把他的自由剝奪好 就在我聽起來 你們好像是各自成立 一個覺得應該要剝奪生命權 跟應該要剝奪自由權 那我覺得 因為你們雙方都沒有進行什麼比較 那應該就是 各自成立吧 就是看你們到最後 自己講得通就好 所以在應報這點 我也覺得 其實自由權好像也是應報啊 生命權好像也是應報啊 那我不知道到底哪個應報 才是最好的 那所以我覺得這點是 在場上 並沒有得到什麼 有效的利益 那關於威和力的部分 我真的覺得 反方非常可惜 因為其實 反應權貝雖然你提出 那個資料有點慢 但是我覺得 那資料是有用的 你有提出歐盟的 橫犯罪率比台灣高嗎 對啊 但我不知道最後 你有什麼讓調 其實那個資料是可以講的 而且 你突然講完資料之後 對方又問你說 啊所以是不是 我們雙方威和力都一樣 你突然就說 對我們有一樣 那我覺得 其實你那個資料 講出來之後 還是可以 你們 是有機會把威和力 寫一下 但是我不知道 為什麼你就 霧名其妙承認 那對 你們後面 對嗎 就是電友也是 好像 共同達成一個共識 就是你們兩方的威和力 是一樣的 但是我覺得 其實 你把這份資料 講出來之後 反而可以延續更多的攻防 甚至你們就可以贏了威和力 其實就不會 感覺好像 反方 就是 很多東西都跟正方一樣 就是大概這樣 就是大概這樣 就是反方 你們資料真的是要 就是多早一點 然後 就是不關於在教育的部分 反方 你們完全都 感覺起來 沒什麼挑戰正方的在教育 我覺得你們可以去問他說 今天你們進行了這些在教育之後 到底可以達到什麼利益 是因為說你們覺得 是因為法條上面寫要在教育 你就在教育嗎 還是你們覺得今天在教育之後 他可以為社會回饋一些東西 會不會反而回饋的東西 不是好的 是壞的 會不會他今天出來殺人 搞得社會秩序啊越糟 這樣子的話 我們還要再繼續把它放出來 還要再教育嗎 就可以延續你們最後三面所做的再犯 但是就是那個再犯就是有年王講 但是假使今天你們 我就是假使我接受了你們今天的再犯 就還是 就會 我覺得會打鼓耶 就是在關於在教育的部分 就是今天他方說會再教育嗎 但是你們有可能 就是因為正方講再教育 我沒有非常感受到你們再教育 到底有什麼回饋 就是 是他今天非常 就是百分之百都會再教育成功嗎 還是 其實我聽起來感覺 你們只是因為法律上寫說 今天他要再教育 所以你們就覺得說 好吧 那我們就應該要給他再教育 但是其實我沒有聽到什麼原因 跟他到最後到底會有什麼好處 那如果今天正反方把再犯正出來 就變成說 今天他可能再教育成功出去之後 他反而再犯了 那我覺得今天你們再教育就會被打掉 就不會就是還存在這樣 那關於正方的殘忍效應跟 就是我覺得反方你們真的不用提那個 就是正結的那個模仿效應 因為今天他是在反方的世界下 現況下是反方的世界 他是在反方的世界下殺人的 那會不會有可能就是因為我們現在存在的死刑 所以正結他就模仿了政府的死刑 然後去殺人 那剛好就反正了正方的殘忍效應 所以我覺得其實是不必的 而且到最後到最後就是正方也有提出說 那是不是政府殺人 這些就是犯人有沒有模仿的 就跟我剛講的那樣一樣 就會搞到最後算是你自己提出的點 應該要對自己有利 到最後好像變成就是又反過來殺了自己 大概都沒有那個意思 然後對責相當的話 我覺得正方其實你們不用一直跟對方強調說 其實你們今天在就是你們是比較罪責相當的 我就不用強調 因為我覺得你們雙方其實都沒有達到罪責相當這個部分 因為今天殺一個人跟再殺十個人 以你們說法是在反方底下都是怎樣都是死嗎 那我就想說那我今天殺一個人跟殺十個人 在你方的世界下我不是都是無期徒星三十五名嗎 就是尤其徒星三十五名 所以法官可以依據他今天判得行 然後做假式年限的調整嗎 喔好喔 那就是可能是我的福利 那沒關係反正這個不影響人今天不再成績 就是希望下次可能重複個兩三次 我覺得 然後就是誤判的話我覺得反三非常聰明 有講說誤判不是誤殺 那我覺得這個早點講的話會比較好一點 就不用前面一直跟對方爭執誤判的例子 就我覺得今天正方在打誤判的時候 你們可以就是往證據 就是你們有講今天證據就是不足 就是我們沒有辦法確定說今天這個證據上是不對的 所以我們害他每個案子都可能是誤判 所以我們要小心 因為就是雖然可能是司法制度的問題沒錯 但是假使今天沒有死刑就一定不會有人因為司法制度而死 我覺得你們可以這樣子講 這樣搞不好就會讓人家感覺起來說 雖然今天你們也可以改善司法制度啊 但是如果你們把死刑廢除的話一定不會有人因為司法制度而死 就是這樣的話就不會被法方說成說今天是因為司法制度的問題 所以我們要改善司法制度 今天司法制度再怎麼改法律再怎麼改都還是會有那一點點漏洞 就很難去你全部填嗎 所以這樣子我個人就是在看這場比賽我覺得正方的態度是比較連貫一點 而且今天反方就是反方能做的正方全部都可以做 沒有一點是做不到的然後反而又可以再教育他 這樣感覺好像正方的世界下是比較有利益的 而且又可以讓他有再重生的機會 所以我判了一點點分數給就是正方 但是應該不能忘記賽制度 那就到這裡請出現了 謝謝 最後有請蘇伊華學姐為我們講 大家好 大家好 那這樣比賽從頭來講的話 其實我跟可能前面被裁判的觀點可能有點不太一樣 那首先就是正方給我們一份稿嘛 然後說他可以應報 就是他應報方面他可能是以前造成不良的影像 然後什麼的 所以我們不應該對他那麼苛刻 然後還有什麼再教育讓他合歸社會 然後威嚇力舉有一個例子 其實坦白說你這個例子在第一次 就一變稿出現的時候 我沒有很接受他 就是你的那個例子講得有點快有點奇怪 然後我聽的時候我覺得整體上聽起來很怪 然後如果真的如果反方要再另外做文章的話我覺得是可以的 然後還有殘忍效應什麼的 那接下來就是到了你們有說那個制度要改成上限35年 對不對 那這個我個人是我不太就是我個人是還可以接受 可是我想要提醒你們一件事情 就是你們有說到你們舉了一個例子 說到有的人覺得你要幫我那麼久那你不如殺了我算 那在這個論述上你們講得有點像是 對我們可以對他造成一種就是感覺上有點像精神性的虐待 你們的論述上有來講就是你們關他那麼久 那對他來講其實很殘忍啊 因為你們也想要達到那個 你們想要證成你們的那個 你們想證成你們的威嚇力 所以你們也講就是說那其實他很怕關這樣 那感覺是關他關那麼久跟殺了他 其實對他來講關比較可怕 可是你後面在證威嚇力的時候呢 然後可是你前面就是因為你講把他講的關起來比較可怕 那你在對應報證你不是說你們說了就是不要讓他那麼的 你就說不可以對他那麼可可 那不要讓他那麼對他那麼的怎麼講 好就是不要讓他付出那麼大的代價 因為他是比較可憐的 那在你後面那個論述我覺得衝突到了 這一點小心一點 如果說會扣一點分數那應該是那一則 然後接下來就是你們就一直進行攻防嘛 那有一個點我收的很奇怪 那個你們說可以維護社會秩序 那可以跟我講一下你們的社會秩序指的是怎麼維護嗎 兩方你們認為社會秩序維護是在哪 因為這個點你們後面出來的時候 是已經打到你們認為他的威嚇力是相當的 然後威嚇力是相當的 那我認為維護社會秩序首先兩個就是不要讓他再犯 應該說是不要讓他犯罪跟不要讓他再犯 那首先對於不要讓他犯罪你們都已經承認了 不會說歷史相當的 那再來就是不要讓他再犯 可是對於再犯這一點其實我很早就聽到了 我在我在反三職政二的時候我就聽到了 你們講到再教育的成功性他是不是有可能再犯 然後可是很可疑的是打到就飄掉了 你們沒有再繼續往下延伸其實反方今天一直出現這個情形 所以一直到了反三的聲論的時候 我們才很仔細地聽到你對於再教育以及再犯的講法 所以其實我覺得我維護社會正義真的維護社會秩序 這一點我真的說得很奇怪 所以你們把這個點當給他們的原因是什麼 我們沒有認為他們算他們的利益就是可以達到社會秩序 我方也是可以的 他方的利益就是可以達到社會秩序 就是維持社會秩序 然後接下來是我想講一下就是這場比賽就一直到了 一直到了最後也就是其實我要講一下很值得加講一點 今天的正方一直在做損益筆 他們的正餐做一次損益筆給我們在節便也做了一次 然後其實他們做出損益筆之後我就一直想說 反方會怎麼做 所以我在反益職的時候我聽得很 我聽得還蠻仔細的 因為我想說如果正方做了損益筆 反益職群如果沒有打掉的話那我就要熟了 那其實我聽到就是威嚇力想當 就是你們很早之前就拿什麼東西 然後過於應報的部分的話覺得很模糊 那所以我也沒有再多做一些什麼 然後再教育的部分 其實你們再教育後來討論到再教育的成功機率 跟他出來的再犯率 成功機率不知道嗎?再犯率不知道嗎? 那可是這時候我聽到了政二選美 你講說你們沒有資料所以就沒有可能性 這是一個很硬的打法 就是聽起來就很不誠懇 懂嗎?那所以這個點就是我只能 我只能收到說好那現在你們成功率 現在不知道嗎?他們的有沒有可能再犯 你說沒資料就沒可能性 我覺得有點牽強所以我也稍微就是好 可能會有再犯 所以你們這兩點就是這兩點也蠻充足的 所以我都沒有收得很就是就是有點像抵燒掉了 都沒有沒有很大的影響 然後再來我想講的是就是正解禮 我覺得正解禮 好就是學弟不要那麼簡單 我覺得舉的有點 我可以接受你舉制的禮 可是我覺得你敘述沒有敘述的很好 那怎麼講呢?就是你有講到就是正解被女生拒絕之後就去殺人嗎? 那每個人都會這樣殺人嗎? 然後正方說他是 我們正方那時候是說 正方那時候是說他的 是因為環境或是特例之類的問題之類的原因 我記得是這樣 因為正方今天他們回答很多都是因為環境 因為特例 特例就是愛因斯坦那個 其實就是像前面學姐講的特例這個是我是不能接受 就是殺人是特例 天才也是特例 大家也是特例 然後再來就是環境的原因 因為你們覺得說他環境可能他就是孤兒 他從小很孤僻他沒有受到關心之類的 然後其實如果我今天是環境的話 那我就會問他 那所以到底有多少犯人是怎樣 所以一個犯人他這樣子的可能到底是多少 他就是有多少犯人他撐出來就是孤兒 然後他很孤僻沒有受到愛沒有受到教育就是這樣 然後才做很重的理由 那所以就是到了正三以後 其實我覺得你們很多都打得很殘酷 就是很多就是你莫名其妙就正成了 然後他們莫名其妙就決定 就決定威和力是相當的 其實我真的不知道為什麼威和力是相當的 那可能就因為我看你們後來達成共識 那我就我就認為威和力是相當的 所以到的時候會變成威和力相當的 那我覺得你們的動畫很模糊 再教育有成功的機會 然後避免誤判是能避免誤判的 然後那個殘忍效應 因為我覺得你們殘忍效應提了也沒什麼在講 所以殘忍效應就還好 所以相較於反方之下正三 相較於反方之下正方就正成了很多的東西 就是正方幾乎都跟反方一樣了 然後他們還可以再教育 那聽起來就是一個很好的制度 所以今天如果說反方說 就是因為你們敘述沒有敘述的詞 你們很多點打的時候就漂亮 然後你們有很多異態目的行動就承認 就是這樣 然後所以我在跟正三講看 就是你今天做的還不錯 隨意比我做出來就是讓人覺得還滿驚訝的 然後正二學妹結片的時候也稍微做一個隨意比 可是我必須說這隨意比是有一點點小小的問題 如果那個錄影去聽一下 就是你可以知道 然後另外再給反方 反三學妹的小小建議 就是我覺得有時候你上台的態度可能沒有到沒有很好 這要實際就是比較可能就是比較 啊我剛剛不是說了嗎 就是我剛剛就有提拉這種 就是講的比較感覺太多有什麼好 當然是我是沒有另外做的 可是我提醒你一下就是有時候 這可能就是一個很好的態度這樣 那我講評到實際上 謝謝 宣布比賽結果 總先在此聲明 比分單順序比才看獎名和座位順序無關 第一張評分單正方比反方 82比77正方勝 第二張評分單正方比反方 75比66正方勝 第三張評分單正方比反方 111比102正方勝 比賽結果由正方3比0做勝 恭喜正方